许下心愿勇往指尖 因为一旦别开脸 就会察觉早满意不舍的泪 眺望远方目光坚决 妖精妖怪不妥协 出发吧 我不顾一切 自从与你相遇 是不是你在一起 青春岁月的日记 写满了反抗叛逆 旅途中的秘密 最最重要的东西 是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总如此相信 那快乐美好的多难忘 但却不会永远无知情的善良 别将过去捆绑 许下心愿勇往直前 至少最后一页 让我耍着帅微笑说再见 即将踏进新的世界 我虽然有一些 可已经不准谁退却 曾走过的蜿蜒 挥手的瞬间 只剩风依然还轻轻的吹 的是上风依然还轻轻的吹 欢迎广播电台 浓门博恩967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的录音室真的是青春洋溢 很久没有这个年纪的 艺人跟我们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了 之前我还在我的粉丝专业上就是抱怨 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的这一组团体 他们是AKB48 TeamTP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 我们是 AKB48 TeamTP 我是陈诗牙 我是Mina 我是柏林 哇 你看这个打招呼 就是非常的艳气啦 把所有的正面能量带给大家 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就很厉害了 AKB48的TeamTP 我们知道AKB48在日本的 这个秋夜园真的是超人气的团体 然后每次Norman呢 其实我去秋夜园大概四五次了吧 真的没有一次是成功买到他们的票 就只能像一些跟朋友一样 站在他们的外面 看电视转播 那你就会觉得 我一直觉得AKB48 他们的表演是一个态度 就连他们的 就喜欢他们的朋友 也是一种态度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果你有去过的话 他们即便看着电视 也可以跟着跳 跟着一起欢呼 那我相信 在台湾的这一组 算是姐妹团 是AKB48的TeamTP呢 一定有经过相当程度的训练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他们来 当然等一下我们来介绍 他们在最近推行的全新EP 这张EP叫做什么呢 TTP Festival 是一个节日的概念 这个待会的节目当中 一定要来跟你们 好好的来聊一下 尤其是这一个团体 我真的是想非常久 想要请他们来 从那一开始 当然还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了 是不是请我们的 哪一位成员来介绍一下 到底我们的AKB48 TeamTP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团队呢 我们是在AKB48在台北的姐妹团体 那我们唱的歌 虽然是跟AKB48一样 曲一样 但是我们词是改成中文版的 对 然后也是希望带着AKB48的精神 就是成长型的偶像 然后也希望是可以跟粉丝们面对面 所以我们也会有像握手会这些 就是基本的AKB48的活动 是是 其实AKB48在营运上最重要的就是 偶像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面对面 面对面的偶像 你想说 就很多的歌手啊 艺人离我好遥远 一辈子可能见不到她一次 但是AKB48不管是她的姐妹团 或是她们的主要的团队 都可以这样你在生活当中 都见到她们 是 那刚刚讲话的是我们的思雅 这边都没要问 因为成员非常的多嘛 头头几位的成员 总共是35位 但是有在可能休息中的 所以现在目前活动中的是33位 是是 三十几位的成员 到底要怎么样来到活动现场 一眼就看出你是哪一位成员呢 现场包含我们的 施雅 米娜 还有柏林 待会我们请大家 一人一句话好不好 到现场怎么样 一瞬间就是 啊 那就是柏林啊 那就是施雅 好 来请施雅先帮我们说一下 怎么样可以一眼就认出是你呢 我的话其实我算是有一点优势 就是因为我下巴有一颗痣 所以我是非常好润的一个成员 我自己觉得 然后我又很矮 所以你就找那个又矮 然后下巴有一颗痣 就是我本人 是是是 其实很多的美女下巴都有痣 你知道吗 美人痣 美人痣 而且你看就在团队当中 也是最醒目 最好分别的 是是 所以来到我们的活动场合 很快都可以找到施雅 怎么样可以找到米娜呢 我的话呢 因为我的脸颊比较肉肉的 就看起来很像藏水 对 所以如果看到一个 长得这么像藏水的人 然后而且我的声音也蛮好 所以我一讲的话 大家就能认出我是Mina 对对对 阿尼娜的声音真的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是你是从小声音就是 这个状态 这个声音会 比如说在唱歌上啊 或者是在人的沟通上 会有优势吗 还是劣势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唱歌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唱那种 很有爆发力的歌曲 就是真的会 就是可以唱上去 但是会很尖 就是可能大家耳朵会不太熟 是是 但是其实这个优势的部分就是 比如一群人在讲话 比如说等一下 大家如果都不讲自己是谁的话 你就会打算 阿 这就是什么 还是认得出 对 可是上课都不能讲话 因为很快就会被发现 会明显 好像是是是是 好 接下来柏林来 柏林有一个 这个蛮特别的绰号 叫做客长 喜欢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柏林的话 那怎么样可以一眼就认出你呢 因为我是台湾跟荷兰的混血 所以我在外表上面可能会比较 轮廓会比较深一点 容易就是让大家留下影响 那如果这一点没有办法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声音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是团内的低音炮担当 所以就是我一开口可能大家就会注意到 诶 这个人的声音很独特 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 虽然总共三十五位的成员 今天来三位 但是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色 不要讲什么 讲声音就好了 像我们刚刚的Vina是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玻璃是比较低 然后我们的这个斯雅它就是属于比较 舒服的声音 对 舒服的声音 比较中间游走的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在其实在你们的选拔上 也有针对声音啊 或者是一些特色去做选拔呢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有自我自己的特色是蛮重要的 所以这应该也算是一个一环的一面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么多人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特色 很容易埋没在人群之中 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在台湾 还没有看到这样子超过十人以上的团体 不要说十人啦 六人以上七人以上很像就很少见了 所以当然对大家来说一定也是一个挑战 不含的环境 那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 一定也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包括他们的训练啦 包括他们的选拔啦 也肯定吃了非常的苦 你现在要我的女儿去做这件事 我可能都会思考一下 马上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了 是你们这一张全新的EP 这一首歌是不是 请我们的施雅来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TTP Festival 然后它是想要营造出那种大型的庆典 然后就是嘉年华的感觉 所以听起来是很热闹 然后我觉得是想要传达青春甜美的一首歌曲 是是是 然后MV也找了非常多人跟我们一起拍摄 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种 在暑假跟我们一起来一场TTP Festival的感觉 是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 待会儿来聊聊这首歌里面包含了MV 还有很多的话题 好不好 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 如果你渴望被快乐淹没 等什么将一切交给我准没错 忘了新变写新年纪新作 跟我走 旧里随时无限量低空 感动 虽然烦恼依旧像骨头 统统泡沫红 今天仍有你挥霍 耀眼的太阳连心 夜半晃晃 飞弹了脉搏 绽放笑容 来一场 TTP Festival 掀起狂欢的漩涡 音乐多汹涌 我们生死一切不松不休 配旋律摇摆放松 越跳越长快失控 要含水淋漓 每个范围都湿透 该怎么寻找活着的线索 就这样让身体好好感受 早不是第一次等待表演 竟然会如此不可思议的全约 情高最烈 总习惯压抑自己剩下界限 身旁困扰谁 有礼貌多的熟练 现在开始无所谓 丢掉防备 不必再妥协 轻轻实现 来一场 TTP Festival 似后狂欢没协奏 加油神正儿 云龙害羞 已经会潮流 即使那个他终究 并非你最想追求 也导航就名字 为他打起牌手 欢迎光临这美妙的时候 像一片最长缤纷的宇宙 TTP Festival 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曲 这个听众朋友听了觉得真的很开心的话 我觉得你看他的MV你会更开心 里面非常多的成员 多头几位的朋友在里面一起参与 我们有三百五十位高校生 然后加上所有成员 应该加起来有快四百人吧 四百多人 天哪你看过四百多人的MV吗 我是好像印象中没有看过 所以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当然主角是你们嘛 还有几位的成员 其他的朋友旁边跳啊 我很想知道这次MV到底拍多久 就是所谓的团队跳舞的那个部分 他在跳其实从早上很早就开始拍 拍到晚上 拍到晚上 对晚上九点十点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第一次大家一起跳副歌的动作的时候 地板真的是在震动 是不是 真的真的地板在震动 因为我们有个跳起来的动作 然后真的是很可怕很壮观 所以呢真的是一个 算是请了非常多人 然后非常大的阵仗的一支MV 很推荐大家看 那这一首歌其实刚刚我们的SIA有说了 就是她的歌 他们的歌曲其实都是日文的中文版 这一首歌其实AKP48也有 也有唱过 是日文的版本 舞蹈的部分 你们那个舞蹈跟他们也是类似 是一样的 一样的舞蹈 哇跳他们的舞蹈 对你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对啊 就是要有一种前方有一个很完美的就是 立在那边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 也就是找出自己的特色吧 就是超越他们的 希望可以 还有自己的特色 是是是 柏林你现在是研究生嘛 跳这样子的舞蹈对你来说 会不会觉得 很痛苦的 这样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入选拔这样子 然后有感受到就是选拔成员跟我们飞选拔就是之前飞选拔成员的不同 就是他们在舞蹈上面的要求就是很正气 所以其实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觉得压力还蛮大 就是因为要跟上他们的实力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都是一种挑战啦 尤其是对很多的 可能原本进来就有 就是我刚刚像是思雅讲的 就是你进来之后 他有一个标杆跟一个榜样在前面 你要追凭他 都好像都有一点辛苦 但是很多的当然你们的资助人员就算你们可以超越他们 所以呢 真的非常地推荐大家一起来看这个MV 非常的有特色 那另外你们也来到了四四南村 然后这个有跟比如说101有玩一些小游戏吗 谁的idea啦 应该是不是说 那时候导演看到我们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一直在想办法跟101拍了很多有趣的照片 然后导演就想说 那我们来玩跟101玩一些互动应该蛮有趣 然后就变成有那个大家看到的画面 其实我觉得是蛮会让人会心一笑的 对 就是很可爱 就是你们的这一个team的感觉 套到每一个不同的场景 给大家的都是那一种团队 然后开心可爱的氛围 在录这一首歌 是不是分开录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都是一个一个人 一个一个进去录 哇 这要怎么样把它变成一首合唱的歌呢 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Vina说说看好了 因为你刚刚说 其实歌唱对你来说 是比较有一些一些挑战的嘛 怎么样跟上姐妹们的节奏啦 或者是跟上他们的 其实我觉得分开录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我们曾经有试过 就是可能三个人四个人一起进去 结果大家都不想要跟我一起 因为他们会被我拉走那个音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录的话 就是可以照自己喜欢的样子 但是这样子在和的上面 老师会不会因为这样特别的要求 因为比如说一起录 大家可能可以互相cover 当然会被拉走 但也有互相cover的情况 可是如果个别录 反而是不是难度 就是瑕疵就听得很出来 但是我们制作人蛮厉害的 他都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合在一起 就是交给专业的来 交给专业的来 好了 现场我们的这个新红大来宾 是我们今天的 AKP48的Tim TP 在今天他们发行了全新的EP 在待会我们休息进个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跟他们聊聊 包含了AKP48这一个团体 刚刚也说了 哇 要超越他们 要追凭他们 其实都有一些的难度 广告之后继续 来跟他们聊聊天 马上回来 来一场 TPP AI世代梦想登陆新时代 台园科上班三分钟 AI智慧园区两分钟 圆摆商圈三分钟 新时代超竞速合体 CP直撑吧买到会发 市区稀有二至三房景观公园宅 竹北第一超值宅 588万起 03-6670-999 新时代 踏遮轻快步伐 走进一整片绿意 生活的美 像呼吸一样自然 城市之孙 生活艺术节 舒米恩 欧开合唱团 黄湘怡游唱宝贝 十组画界乐团 六场互动体验工作坊 四十摊特色市集 亲子森林涂鸦客 给你满满的幸福与感动 八月三十一日 九月一日 新竹公园 敞开五感 拥抱生活的美 喂 亲爱的李明 戴尔户门口那辆车 麻烦尽速一开哦 我们昌龙广场的住户 要准备进去搅水电会咯 干嘛 老婆 我搅完费咯 还买了咖啡上来 哇哦 影城卖场 千瓶公园都到位 现在还有超商 昌龙广场真的很会 两房四三九万起 三房五五八万起 通通喊车位 昌龙广场上豪 零三七六八八六八六 狂销千户 守候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离席最低而渡 给你进行 中天真的不一样 银行化经营 舒适的环境 鉴定 估价 买卖 借贷 通通免费咨询 中天融资 新竹市中华路一段85号 03-534-0088 534-0088 连同您的回忆 我们一并为您保存 竹科首选 安心推荐 丰益文心会 全职正三房 全新落成 品质看得见 安心成家 丰益文心会 03-579-9090 业界第一 最强外挂 YAMAHA带领庶民拼经纪 现在学生买QC 新进站 就送八千元购车机 学生购车 我听你 赶快到YAMAHA 桃竹苗购卖店 YAMAHA 竹科首选 安心推荐 丰益文心会 全职正三房 全新落成 品质看得见 安心成家 丰益文心会 03-579-9090 传说武林有一种酱 爱之味汉方麻辣酱 中药奥迪引出 大红袍花椒极致口感 入口香辣浓郁 麻而殆尽 过瘾滋味 无人能敌 荣获世界食品金牌奖 爱之味汉方麻辣酱 过瘾 爱之味 九富租车各式新型五元座 七元座 八元座 九元座 轿车收旅车出租 价格公道 预约优惠中 03-572-5858 九富九富租车好 搬家载货不求人 回行搬家 公司载货 找不到货车吗 九富租车提供你 1.5到3.5吨手牌 自排货车 冷冻车 众多车款 可以小时计价 预约优惠中 03-572-5858 九富货车出租 新闻 知识 音乐 永不间断 环宇广播 FM96.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想学会了飞 不再人多见 脚步软绵绵绵 轻飘的滋味 仿佛一切和梦境重变 突然感觉世界所有的细节 字幕志愿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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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个非常可爱的成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听到这首歌曲是《乐福修行》 一样非常有元气 带给大家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曲 谁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其实这首歌曲它是属于非选拔成员的一首歌曲 所以我们三个是没有唱这首歌曲 你们三个人是没有参与明镜的过程 我蛮想了解一下 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 像AKP48里面它有分几个层级 阶级 是不是请施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你是从当时TP1的时候就在团队里面 这一个包含了日本的团队 跟你们的团队的阶级是怎么去区分的 其实基本上它会分成研究生跟正式成员 那就是依照你的表现评选 你可不可以成为正式成员 大家一开始进去 其实都是以研究生出发的 研究生 然后再出单曲这方面 会分成选拔成员跟非选拔成员 那选拔成员就是经过评逼考核 决定像我们目前都是选12个人 然后前12名可以参与发单曲的机会 那非选拔可能就是没办法参与 可能像是跑宣传的行程 或是MV这次是全部人都有参与到 对 然后像是可能拍封面照片这些 可能就没办法参与 媒体行程比较少 对 所以是这样子做区分 那所谓的这个你说的 选拔成员跟非选拔成员 要怎么样变成选拔成员 就是你的 我们评比其实有分跳舞 然后唱歌 还有媒体你自己的社群经营 还有日常的对应 礼貌方面 那都是由老师跟工作人员去评分 那我们就是每发一次单曲之前 就会进行一次评比 然后依照那个分数来决定 谁可以上 谁不可以上 压力很大 对 来 柏林来说说看好了 在这个过程 评比的过程当中 你们现在都熬过来了 对 有没有自己觉得很困难 就是觉得有点动回调的地方 对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对于哪一个项目你是比较难去突破的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挫折的 有没有哪一个项目的 因为第一张单曲用了之前的时候 那时候我没有被选拔成员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蛮 就是蛮难过 就是很消沉这样 可是就是觉得说这样子也不是办法 所以就想说振作起来 努力看看 所以我后来就自己会去一些自主练习之类的 就是希望可以让 就是其他人看到我的努力这样 努力被你老师看到 是是 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没有被选上 你只能怨天尤人 你必须自己努力的去争取 就是有些事情 就是已经发生了就没有办法 就只能 就既然有新的机会 那就赶快站起来 努力去抓抓看 所以你在爬上的这个过程上是这个 算是半年多一点点的这整个过程 你觉得自己最骄傲的是哪里 就是可以到现在 在发新的EP当中 可以参与整个过程 你觉得我哪里做到 我觉得是最棒的 有没有 我觉得我坚持下去的这个精神 就是 对 因为可能 刚开始会觉得自己可能就是 啊 会觉得就很消极觉得说 可能不管怎么做都没有机会 这样子 因为毕竟人那么多 那名额又就是不是很多 这样子 可是就是后来想想觉得说 还是就不要抱有这种想法 对 然后努力练习 嗯 虽然有一些 像是我个人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人气的部分可以再提升一点 这样子 所以我就希望我进了这次的选拔以后 透过宣传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 嗯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AKB48的精神 嗯 对 就是说你在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状况 然后呢 你必须 两难听一点就是催眠自己说 我没事没事 我要继续下去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让你自己成长的一个动力啦 米娜的部分 你们来了解一下好了 关于AKB48 是从小就知道这个团体嘛 那怎么机会又跨入到这一个 真正在这个团队当中 嗯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AKB48 好像是在电视上有那个广告 哦广告 Seven的广告 对 对对对 那个什么I want you to make 然后那时候听到就 哇这是什么团体人好多喔 嗯 有点可怕 可是后来就是朋友 他们就觉得我很适合这个团体 嗯 然后就推荐我去参加 争选 对 结果我第一次争选的时候 第一阶段就被刷掉 蛤 你有知道原因吗 因为长得不好看 哈哈哈哈 因为第一阶段就是寄照片过去 所以应该是外表的 那时候还拍照 手机拍照不好 对对那时候寄出你的话数 那时候还不太会拍照 国中而已 团圆一直在安慰他 对我那时候就不太会拍照 对应该是这样 然后后来就在征选 又有征选的时候就在报名 然后结果没想到就能够进到最终审查 然后现在也成为正式成员 嗯嗯嗯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 对 一样有觉得比较心酸 或者是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吗 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 我从小到大都没想过我 我会加入这个团体 然后我会要跳舞 跳舞是我的工作欸 就是因为我跳舞真的蛮不行的 我肢体很不协调 就是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会跳舞 都觉得我还是这辈子都不要跳舞好了 结果没想到我现在的工作是偶像 然后我每天都要练习跳舞 所以跳舞对我来说是还蛮吃力的 嗯 偶像跳舞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现在在这个球运园嘛 其实有时候去 之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有去他们的那个咖啡厅 你就觉得说他们只是陪你玩游戏 没有他们就是一二十万 他们有一个秀 就是要跳舞这些 我就觉得哇 那你看到的AKB48 他们是在台面上的人 那下面还有多少人想要努力的爬上去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Mina 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 跳舞的部分后来怎么加强 跳舞没有办法整强 就是只能一直靠多练习 就是别人练一倍我就练十倍的量 然后去追上大家 哦呦好辛苦哦 没办法 因为想要做这一行就一定要努力 哦 这一句话太重要了 各位朋友赶快写下来 想要做这一行就一定要努力了 嗯 接下来我们当然来问问我们的施雅 施雅是在经历这段时间 比较长一段过程的人 你经历的不只是自己的成长 包含了一些外在的因素 嗯 自己怎么看待这一个过程呢 到现在呃是这个 因为其实我是从2015年的 AKB48在台湾真选 就在这个体系里面游走的人 是是 然后其实中间经历了很多 就是我体会到了 就是等待这件事情 就是 你真的有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等待 等待自己的机会到来 没有办法 就是体验到社会的残酷那一面 然后慢慢熬过来 就是终于走到今天可以穿上制服 然后先宣传工作 觉得其实有时候想想都蛮感动 就是谢谢自己 有就是相信自己 然后相信公司 然后撑下来这样 嗯 自己算是团队中的老大姐啦 对 这样讲虽然好像很很老 都没有那么老好不好 就是Norman 这边来看她 在这个团队中的直立的状况 一定会遇到自己的学妹 有类似 比如说她的斗志 比较消沉一点点啦 你得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她呢 就是约她去吃饭 直接去吃饭 吃饭最开心 吃饭最开心 学妹说吃饭就吃饭 讲什么团队 吃饭最开心 我觉得离开那个当下困住的那个环境 然后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比较可以转换心情 然后就是把他们带走去吃好吃的 聊聊一些其他事 然后再聊聊心里的 慢慢切入正题 聊聊她心里的一些想法 然后也是会鼓励她 跟她讲一些我自己以前遇到的经验 所以其实对你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不只是说我只是团队成员了 还有所谓的传承的部分 那包含未来 我相信你的这个经历 可能在未来之后 会在演艺圈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包含训练之下来的这个弟弟妹妹 或者是一些学弟学妹这样子 就你来看 因为你像经历很多 之前TP 然后有到日本去受过训 你觉得到日本受训 跟他们的整个训练的模式跟方式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印象深刻就是他们教舞非常的快 就是他们不太会 他们有时候甚至是发影片给你们 发影片啊 然后隔天来就大家一起练 你就要会 他们就是不太会等 因为太忙了 没有时间各自来练习什么 就是直接影片学好了 隔天大家一起来 然后好了之后就去拍MV 这种感觉 就是太快了 因为工作行程很满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有震撼到 哇 这么快 就是因为其实我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快 学好一支舞 就是所以 就是自己的技术层面也要再去提升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 在日本那时候待了多久的时间 那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一阵一阵 就是有一些活动就过去 然后有一些活动就过去 然后像我们有参与到他们一些演唱会的 举办的时候 那时候彩排也是很震撼 就是因为真的太多成员了 然后其实你自己如果没有记好自己的事情 工作人员也没有空来提醒你 就是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哪一首歌要上去 哪一首歌要站哪 不然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 你就会说我在哪天啊怎么办 这很残酷欸 对对对 就是你出球你就是出球了 对对对对 没有理由就是你就出球 随便你要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只能靠自己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之后 你还会让你的孩子们来参加这个团队 但是我相信啦 这些如果你熬过来了 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成长 在待会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要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还有一首歌让大家分享 当然还有很多的活动讯息 要提供给大家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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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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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距离竹北大圆百只要10分钟 压走两户快卖完了 快带老爸一起去看 朗朗水岸景观别墅 888万起最后两席 03-588-8766 588-8766朗朗 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 江美丽院长以20多年妇产科经验 创办中西医合并的 唯美丽健康中心 江美丽妇产科及维竹中医 让所有女性得到最专业 完整的身心灵健康照护 江美丽妇产科为美丽 美丽为您 03-575-0520 维竹中医以您为主 03-575-1777 新竹金雅重化区 临近市中心台68线 坐永百货生圈 景观新视野 传承就等这一刻 赴源锦雅院 03-532-2288 您好 我是民进党的范文宏 我是一位连接车司机 也是您的新竹县第二选区立委参选人 地方的声音由我来发声 我是您的新竹县第二选区立委参选人 范文宏 新竹金雅重化区 临近市中心台68线 坐永百货生圈 景观新视野 传承就等这一刻 赴源锦雅院 03-532-2288 哦 好热哦 走 玩水去 我又没有玩水玩具 有 到玩具城哦 水枪 沙灘桶 泳池 泳圈 超多细水玩具 耶 玩具城千种玩具流行又好玩 会员好礼满额买就送 让你开班整个夏天 玩具城03-657-1339 九福 九福租车好 搬家载货不求人 回行搬家 公司载货找不到货车吗 九福租车提供你 1.5到3.5吨手牌 自排货车 冷冻车 众多车款可以小时计价 预约优惠中 03-572-5858 九福货车出租 九福租车各式新型 五元座 七元座 八元座 九元座 轿车收旅车出租价格公道 预约优惠中 03-572-5858 新闻 知识 音乐 永不间断 环宇广播FM96.7 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 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 你会知道我爱你 这份惊喜 不遇到发生 在宇宙中摸一秒的巧合 日常的路上 与天花的缘分 也是一种不同 简单的快乐 这美好的世界 我总是相信着 每一天每件事都有意义 更感谢更勇气 更努力地面背着我的心 喜欢保持傻傻的天真 这一刻 忽然发现了自己 有一种 专属我的奇迹 就算命运 真正花花的风 守护着我不停息 传递幸福声音的好没人 欢迎九六点七 欢迎广播电台 我们波音九六七的节目现场 今天的新闻的爱兵 AKB48 TeamTP 在节目当中 大家好 我们是AKB48 TeamTP 我是思雅 我是Mina 我是波琳 是的 来到了第三段 大家依然是非常的元气满满 听到了这首歌曲 《绿草地上的奇迹》 也是这一张EP里面的第三首歌 谁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这首歌曲 它其实是中间 第一张单曲之后 有发行过的数位单曲 那它发行数位单曲之后 就是大家反应都还蛮好 蛮喜欢这首歌曲 所以这次实体CD 也把它收入进来 一样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了他们讲话 很有元气很可爱 但是前一段 如果你有听到朋友 训练的部分真的很辛苦 这一段我们当然还是要来聊聊 刚刚我们讲到的 有包含了日本的AKB48 以你们现在已经是成员来讲的话 三个人当然各自来说一下 就是你们怎么看你们这一个学姐 叫学姐吗 你们这样子怎么称呼她们 比较多 前辈 前辈啦 对 怎么看你们这一个前辈呢 来 希雅先说说看好了 觉得AKB48跟你们 我觉得前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就是说自我特色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在前辈们身上看到 因为像我们AKB48本团 现在真的很多人 三四百七嘛 就是加他们日本当地的姐妹团 那如果你没有特色 你真的会埋没在那个一群人里面 就变成只是可能一个半五的角色 这样子 那我看到的就是 只要有特色的前辈 他就会比别人多了很多机会 所以就让我觉得 找寻自己的特色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是希雅的看法 Mina你觉得呢 这个先辈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前辈们就是很努力 因为AKB48里面有很多就是跟我一样 不太会翘舞的 对 但是他们也是经过努力训练之后 然后在台上闪闪发光 变得很厉害 所以就会觉得想要跟他们学习 就是就算你在怎么舞蹈不擅长 但是只要努力的话 一定也可以变成像他们一样 就是只要坚持努力就可以变好 柏林觉得呢 我很喜欢就是前辈们努力的精神 对 因为AKB就是有像有那种中选制度这样 然后我每次看到中选的这个会场 就会觉得很兴奋 很感动这样子 就是看每一个成员就是可能进步 就是明次进步了 然后会感到很感动 然后在讲感言的时候会哭出来 我就会觉得心里很感动这样 哇对 对我真的每一次讲感言 他们哭出来这个 我也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会跟着哭 我会跟着继续融入进去 因为你们可以体会他们的那个想法 跟感觉啦 我走过来真的很厉害 因为像AKB48有一首歌曲啊 就是我觉得是他们的国歌啦 恋爱的幸福 幸运饼干 你们都会跳那个舞蹈 会 是你们的必备的产业 真的是他的名曲 名曲喔 对每一次看那个我第一次看到AKB48 就是因为那一首歌曲 我就觉得哇 然后后来他们有办一个活动 就是在全世界一起跳 就是你不是公司行号或者什么 跳那一支舞的这个整个的感动的感觉 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所以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AKB48带给大家带给日本人 带给全世界的人 不只是一种感动 它是一个刚刚说的是一个态度 是一个象征意义 在你们个别来讲的话 你们希望喔 像现在的Tim TP在台湾 慢慢的有发的音乐 很快的一周年马上又到了 希望这个团队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从柏林先好了 突然 突然 吓了一跳 我希望就是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偶像 就是我知道偶像带给我的感动是怎么样 就包括他们努力坚持下来的结果 还有一首首很漂亮很好听的曲子 就是我希望可以将偶像的精神 这种快乐跟开心 就是可以感染给大家 逐渐让不管是台湾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听TP的特色跟不一样地方 这个好重要 尤其现在这个世界有点混乱的状况下 给大家正面能量是很重要的事情 米娜呢 我也是觉得这是正面能量 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就是大家看偶像的时候会觉得得到一种放松 然后觉得很有正面能量开心 带给大家更多的欢笑跟欢乐 元气的感觉 最后来施亚说说 那我的话 其实我 因为AKB48在日本演艺圈是一个蛮有象征性意义的团 没错 所以我也希望TMP有一天可以成为在台湾演艺圈一样 就是同等地位的象征 那就是要好好去努力 然后希望让更多台湾的人可以认识我们 三个人讲的真的 讲出了AKB的精神 其实一直以来在他们在他们的国家 在世界各个地方 很多的朋友看到他们 或许就是心情很差 下班的时候就觉得说 看一下他们东西 觉得世界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是非常的重要了 在之后你们也有要举办 好像是第二期的选拔对不对 对我们目前已经开始报名了 开始报名了 二期生的征选 然后其实就是年龄是从十四岁到二十四岁 十四到二十 然后只要女生都可以报名 所以我现在男伴女装没机会了就对了 没机会 对 好难过 然后就是希望有着偶像乐存 偶像梦想的人都可以来参加 因为就是其实台湾没有什么这种征选 就我们自己报名的时候也知道 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偶像征选的机会 只有歌唱比赛 对对对 那喜欢偶像的人就绝对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 嗯 思雅先来说啦 待会要问三位就是说 你们现在是过来人了 然后包含的训练也过了 觉得要来参加这种征选的人 内心的想法跟心态 该做好怎么样的准备呢 思雅先来跟大家分享 嗯 首先我觉得特色 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 特色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不要怕竞争吧 因为 我真的是到哪里都有竞争 哪里都在竞争 然后一定要够努力 因为如果 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努力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的话 就是你就会被抛在后面 哦第二句金句出现了哦 刚第一句是 第一句 在这个行业不努力不行 对 你是不是这样 对然后我们的刚那一句是 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努力 你不努力就完蛋了 所以呢 要先找到自己的个人特色 要做好准备要努力的准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米娜换你说 觉得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觉得你要不怕苦 你要有一个很坚强的心脏 因为你要走偶像这一行 你就是再大的苦 你都要吞得进去 所以你就 对啊 你就走不下去 你是真的都是很嫩的吧 蛮好奇的 好啦 对你没说没错 因为训练毕竟也是很辛苦的 对然后有时候 行程牌比较满的话 你要自己消化 所以 对对 对你不能像草莓子 这样 心情要一直保持在好的状态 对 最重要是要能吃苦 能吃苦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是 吃苦耐劳 吃亏就是占便宜 还是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 好啦 就来柏林来说说看 对啊 像斯雅前面刚刚讲的 就是特色很重要 然后 你说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你要喜欢自己的特色 对 然后 因为你要喜欢你自己 别人才会喜欢你 嗯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努力下去的精神 不要受挫的 也不要放弃 嗯 三位都是曾经受挫过 努力爬起来的人 现在他们成功了 所以呢 这些经理真的 要 所谓的 想要参与这一个选拔的朋友 好好地记在心里 另外呢 我觉得一个也很重要的 我自己啦 分享给大家 就是跟团队之间的 精神 嗯 跟团队之间的相处 也是非常地重要的 对 就是那个团队的 那一个默契跟精神啦 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像刚刚米娜有说 不能迟到 这也是很多 AKB跟日本人 非常重视的一个 熟视的观念啦 所以呢 不管你是想要参加选拔的 或是喜欢他们的朋友呢 相信在今天听完我们的整个的访问之后呢 会给大家一点点的一些想法跟启示 把他们的表演呢 当作一种艺术 当作一种态度来看是非常地重要的 另外其实你们在这一阵子 有一些活动要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对 我们在9月14 9月15 9月21 9月22 要举办我们一周年纪念的mini concert 那详细请行大家都可以上官方网站查询 还有官方的脸书专页 哇一周年了耶 一周年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现在还没有什么一周年的感想 我觉得好快哦 对啊 因为到时候你们在你们的那个表演上 一定会感谢所有的歌迷嘛 现在没什么实感 还没有 到那一天才会有感觉啦 这意思就是跟大家说 现在不跟你说 来了你就知道了 好了 今天非常地感谢我们的AKB48的TeamTP 那在今天听了非常多 包含了听众朋友一些想法啦 或者是有任何想要关注他们的消息 是不是脸书IG也有各自可以去追寻的 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IG 然后在脸书的部分只有官方的账号 就是AKB48 TeamTP 那如果想要了解他们各自脸书的朋友呢 其实可以上AKB48的TeamTP的官网里面 都有一些连结 可以连接到各自的这个IG上面啦 所以呢这个很帮的团体 希望他们呢可以代表台湾好不好 各自在演艺圈做出自己的特色 对不对 找到自己这个全新的发展的空间 感谢三位来咯 谢谢 谢谢机长 谢谢 谢谢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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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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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